每次出席公开场合 前总统夫人吴淑珍总是一脸苍白 看来十分可怜 但现在瘦弱的她真的要学着坚强点 身为点家人 她背负着国务纪要费 洗钱案 搜狗案和企业行贿等案件 由于特征组已经进入收网阶段 吴淑珍涉嫌的罪名恐怕将再增添几笔 除了已经遭起诉的国务纪要费 贪污罪十年以上 未遭文书五年以下 还有洗钱案中 如果与公务员涉嫌土利企业 共犯土利罪是五年以上 如果有收钱则是贿赂罪七年以上 洗钱罪行确立则判处五年以下 更惨的是特征组还有可能在从搜狗里券案 或南港币案中 增加吴淑珍的共犯土利罪或贿赂罪 她有没有从那个国权庆那里拿到九千万 到底她那个是用贪污罪的土利罪而拿到钱的 还是说她有利用她什么职务收贿 而这些刑期林林总总加起来 手说也有三十到三十四年 吴淑珍恐怕将成为贬家 刑期最多的人